俄无情势急转直下 连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国也措手不及 没在第一时间撤侨 25号诸乌克兰大使馆才发布撤侨通知 没想到中国就连撤侨也能趁机大丸统战的两手策略 表示持有台包证者也可以登记搭乘撤侨包机 中国诸乌克兰使馆发布了通知 他说分批包机接返中国公民 登记需要有中国护照还有旅行证件 总有一条都包含台包证 中国微博流传 一名自称来自台湾人的男子 表示发现中国撤侨资格 包括持有台包证的台湾人后 忍不住情绪激动 即使你不听话 但也是我们的孩子 却会觉得台湾同胞 你真的是要永远爱自己的母亲 仿佛配合中国大内宣的言论 跟着微博引发讨论 获得不少小粉红认同 但类似想要曾爱国风潮的 还有人在乌克兰的中国百万网红 梅艾斯乌克兰 远赴乌克兰打拼的他 原本在中国工作失忆 却在乌克兰翻身不但涌拉棋 还经常有成作用豪宅 没想到战争脚乱顺遂的人生 他就特别拍出手工制作 中国五星旗的画面 他除了希望秀出五星旗 证明中国人身份 更想借此表达自己的爱国心 偏偏中国网友不领情 认为他既然没有常备五星旗 才得临时爆火脚DIY 真的不应该 三连新闻 威云君报道